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事关经济金融的大局 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销售的持续放缓 导致房企的流动资金紧张 部分已受再建的项目 难以按期交付 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总局会同住建部 建立了城市的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这个机制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以城市为主体 以项目为中心 将房企集团的风险 与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区分开来 充分发挥属地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 把合规的再建已受项目 纳入项目白名单 引导金融机构 满足房地产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 推动项目建成完工和交付 切实保障广大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城市协调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截止目前 商银行已审批白名单项目超过5700个 审批通过融资金额达到1.43万亿 支持400余万套住房如期交付 在协调机制的带动下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力度 也在不断扩大 截止到8月末 我们今年的房开贷 也就是房地产开发贷款 较年初实现了正增长 扭转了几年来 房开贷持续下滑的一个态势 房地产的并购贷款和住房租赁贷款 也分别增长14%和18%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